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杜月笙,作为上海滩的无冕之王,杜月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,但是他的成功和上海滩的其他人不同,因为杜月笙不仅会赚钱,还会花钱。 他说看七种人,花七种钱,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第一种是站得比你高的人无论是什么人,总有比你厉害的人,而那些人就是你要敬畏的人。杜月笙对于这些人只要有机会就去敬,没有机会,也要创造机会去敬。 第二种是同道中人在当时,只要是和杜月笙的深意相挂钩的人,都是他的同道中人。 对于这些人,杜月笙会统一发一份固定的工资,并且是按时按点,之多不少。 所以,才会有很多人给杜月笙效命第三种是水准高的人。 比如说当时的民事,媒体牛人,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大V,对于这样的人,杜月笙也是照顾得无为不至,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水, 而自己作舟,这样才能更胜一筹。 第四种是能动刀动枪的人在当时,上海滩的黑帮混乱,谁都有生命威胁,所以身边能够有一些敢打敢杀的人就比较重要。 第五种是亡命图可能很多人不懂,其实很简单,这样的人在上海滩是极其危险的,他们只要有钱,什么事都能做。 对于杜月笙来讲,这些人即是自己的手下,也是将来威胁自己的人。 第六种和第七种是现交和顾交都说朋友不怕多,杜月笙更加是如此。 现交就是现在还在交往的朋友,而顾交就是以前交往的朋友。 对于这样的人,杜月笙也是舍得花钱,只要朋友需要,他都愿意倾囊相守。 在杜月笙的人生观中,只要把钱看闲了,那么才会有更多的钱,并且把钱花对了,才能创造更多的钱,并且还能做成很多事情。 这就是杜月笙为何能够在上海滩混的风生水起。 讲到这里,果然如古人说的那样,钱乃身外之物,人才是最重要的。